美妮女 美妮娱 Hello 今天介紹防曬的產品 我們有一個法國品牌 防曬陣子都很齊全 所以今天我們就推介這個品牌給大家 有很多客人不知道怎樣選擇 所以就想特別抽這個品牌出來總之介紹 当然还有其他品牌,但这个品牌真的十分级,所以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品牌是由2011年,由两位法国的夫妇建立的 他们是那些运动喜爱者,喜欢冲浪的 所以他们一心研究对海洋无害的防晒产品,但又要有效的防晒产品 他们研发了这条拉,叫Aga Myris,主要有一个专利成分,就是有机的红海藻 而这个红海藻的成分,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是只有法国的巴斯克海岸线独有的,所以他们非常独特 它有什么好呢?它就是给维他命C高出5倍的丰富的抗氧化功能 可以有效去中和攻击我们细胞的自由肌 预防我们皮肤过早的老化 因为其实很喜欢那些叫做水上活动的朋友,你有没有留意呢? 它们是很干的,有很多折,很容易有皱纹,是因为浪费得多 还有可能有时候玩的时候,不是真的那么及时去补防晒 就是塗完就算了 所以防晒是对于可能做过活动,水上活动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另外,当然,它们只会选用全物理防晒成分,在它们的防晒product里面 当然,就像我们上一条影片所说的SynOxide和TitiumDioxide 就可以有效去阻挡UVA和UVB对皮肤的侵害 加上它们是海洋热爱者 当然,它们选用全物理防晒 以免海洋的珊瑚,水质,甚至乎乳,会受到这些化学防晒的侵害 它们不想见到 这个牌子不单是做防晒的成分,用得比较好 加上它们不单是成分,它们的包装和包装盒 其实都是采取一些recycle,可以循环再用的一些物料 所以它们都是一个环保的人士 好了,那我们不如介绍一下产品 我将产品分开了户外活动比较适合用的 以及室内比较适合用的 让大家可以容易选择 第一个系列的 就是你们经常都要出外工作 或者你们会有很多什么行山 去玩浪 或者去沙滩 跟小朋友不是很喜欢去沙滩的夏天 你们就可以选择以下的产品 有三款防晒 可以选择的 第一款 就是有机红海藻多效收护防晒面霜 SPF50 这个是模式的 这个防晒 其实它比较适合 像Lili的皮肤颜色 比较适合浅色的皮肤 而且也是这样说的 你经常都要出外工作的人是会比较适合的 还有它是有高效防汗防水 还有防滴配方 吾叶眼配方 为什么它会有提到什么吾叶眼霜 是的 然后其实它也挺保湿的 它的质地上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露汇 有金油 就做保湿 舒缓和锁碎 然后它也有油分 做回滋润 有有机的梅子油 也有葵花纸油 而它最好的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有些人的皮肤很敏感 它对精油里面的东西都敏感 这个就对了 没有香味的 没有色无味的 是的 没有色无味的这个 那就会适合皮肤比较敏感 也是肝肌会比较适合 我们会觉得这个 然后第二支呢 这支就适合 这支是OL 我们新回的 是的 新回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叫做有机红海藻透薄润色防晒面霜 这个也是SPF50的 因为它这支SPF30润色的枝 我们之前回货之后 是买得很重要的 回货多少 回货多少 又断货 是的 有很多不同皮肤的客户都很喜欢用它 所以 我见夏天了 所以我就回货50度这支 那它就 有少少遮瑕效果 嗯 润色润色这样 一点 对了 应该这样说 温云肤色 应该这样说 嗯 那它可以当平时的日伤或者底伤 这样做 可以的 是很滑 很好推的 这一个 对了 那它也是高度防水防汗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会行山做运动的人都对的 因为有些可能就算去行山做运动都会想漂亮一点 嗯 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些风景会拍一些照 是的 虽然就不会化大农妆去做这些活动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面色或者有少少瑕疵的话呢 都想调一调去做这些活动 这样 这一支就对了 对了 这一支很推介 给孕婦和暴雨的妈妈 都可以用 因为它是有标明孕婦和暴雨的妈妈都可以用的 嗯 好了 第三支 嗯 第三支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有机红海藻轻透水感防晒噴 几大支 是的 这个有两个尺寸的 有支100ml 有支85ml 85ml的支是家庭状来的 嗯 其实两支都可以一家大小 这支都够大 那支再大一点 对了 这个类别呢 适合什么人用呢 就是你有小朋友 家里的妈妈也可以一起用 那就不用几支防晒 一支带出去就一家人一起用 而且它针对一些敏感的皮肤 是的 还有就是就算六个月以上的BB 你带它出去海滩 都可以用这支去擦 是的 那它就呈绿状了 那这支的质感呢 就应该会比刚才那些呢 会亮一点 会油感一点 是的 因为它那个protection呢 其实这些呢 是相对地真的比你可能一整天都是户外的 加上可能油水呀海滩呀 那我们就会推介这一支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就是面和身体一支都搞定了 刚才我们介绍的两支呢 相对地比较针对面部的 嗯 那这一支呢 它也有菌花纸油啦 也是帮助润润身体和修复皮肤啦 嗯 它也有有机椰子油的 这支又加了有机椰子油呢 是帮助舒缓呀震症呀 和滋润皮肤啦 那比较适合一些呢 比较敏感的皮肤啦 例如可能有些人呢 直接有濕疹呢 可能塗其他的防晒有机会会令到它们痕痕呀 或者不舒服呀 我想这一支都会很适合啦 嗯 如果你们是上班的 就是普通晒一会而已 上班那段时间 或者午餐晒一会而已 你们就可以选SPF30的 嗯 那我们有两个产品 一支油色一支毛色 嗯 那毛色那支呢 其实跟刚才那支SPF50都一样的 它都是防晒棉箱来的 而它最大的分别呢 就是它的质地比起SPF50的芝麻 爽身 是的 爽身一点的 是的 薄身一点的 是的 夏天呢就没有那么黏黏 没有那么温热的 是的 那如果你们真的不需要说很长时间没有爱的话呢 我挺建议SPF30这两款的 是的 那两款的分别呢 就是这一支的30度呢 它有少少乳木果椰子的香味 嗯 是有香味的 是天然香味来的 是的 因为这个牌子是不会加那些化学合成香料的 来自天然的那些味道 那接着另外呢 有色的那支呢 SPF30呢 很明显它真的薄和爽很多的 嗯 是的 那另外那支呢 都是有味的 其实它两支50是没有味的 但是它这两支30也是有味道的 它有色的那支呢 它就会有淡淡的玉尼娜香草的香味 嗯 而油色那支呢 都会做到有保湿的成分 芦草芦草芦草油啊 那红海棗就一定有啦 嗯 都做到少少牙痣的感觉 可以啊 有啊 是啊 你看看 是的 它会比牙伸的模式的一支 是的 如果喜欢皮肤容易出油啦 喜欢比较是牙的感觉呢 可以选这个有色的那支呢 嗯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五款防晒了 就是有户外 有SPF50的 亦都有可能 普遍地可以用日常的 SPF30的 有有色有无色的 那应该都很囊括了所有人的需要啦 还有小朋友的都有 是的 那希望这条片你们都喜欢啦 下次再见 拜拜